到目前為止確定有28人罹難 慈濟之公一路陪伴往生者的家屬 在昨天送上了鎮嚴上人的慰問信函跟祝福金 往生者林玉慶 吳東穎跟消防隊員王忠的家屬 感謝慈濟的幫忙 都不約兒童捐出祝福金 希望能夠幫助許多更需要的人 拍背夫為慈濟之公從氣爆發聲到現在 在殯禦館關懷家屬的腳步不間斷 我們大家開胸部來給祝福你 收下志工送來的捐款收據 二日下午才巡獲遺體的林玉慶家屬 忍著悲傷把正言上人給的祝福金 再捐出來 志工今天再度造訪 林太太吐露心聲 你都不睡覺 起床在那裡說 媽 我想到很不想說沒辦法 三幾年在那裡說沒辦法 這很難 人很難 她很幸福 我覺得我們還有能力 我們可以照顧自己 那希望幫爸爸做一個功德 讓她圓滿 因為畢竟她這麼痛苦的走 轉個念把悲傷劃住祝福 一家人放下怨念平靜面對未來 林太太是慈濟的環保志工 原本還懷抱著希望無奈最後等到的卻是不幸的消息 她收起悲傷 安慰女兒們要隨順姻緣 和林家一樣轉念間捐出祝福金 為親人植福的還有其他人 有三位家屬 她覺得說她想把那個問問金拿出來 在回饋給需要幫助的人 志工的關懷帶給家屬面對的力量 也期盼他們早日走出悲傷 恢復平靜生活 大愛媛媛媛高雄報導 鎮言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會提起 災難雖然已經發生 但是以善解的角度來看 好在氣爆意外是發生在深夜 如果是在白天 造成的死傷將會是難以想像 因此呼籲人人更要以感恩的心來面對 而在這次的意外當中 看見了大舍之愛 33歲的洪少桃傷重不治 家屬完成了她的遺願 捐贈器官 鎮言上人讚嘆家屬的大愛 母親強忍著悲痛做出大捨決定 高雄氣爆罹難者之一 33歲的洪少桃 因為傷勢太過嚴重 一號下午宣告不治 她生前簽署器官捐贈 家屬尊重她的遺願 捐出眼角膜 以愛人間 她的媽媽也很明理 這樣的事情計劃什麼 醫護已經盡心理了 該救的已經盡心理了 所以她就成就她孩子的心願 媽媽多麼堅強啊 實在是不簡單啊 慈濟人也為她祝念 也是一場很莊嚴的 讓她於愛人間 高雄氣爆意外 慈濟人已成 已情 復慰苦難 一天之內就動員兩千多人次 在醫院 併儀館以及安置中心 關懷陪伴 甚至提供三餐熱食便當 慈濟公及時動員 就是因為能夠以善解感恩 面對無常 人生無常 生命的方向 感恩自身的平安 那整個社會呢 人人要抱著呢 平安就是福 感恩自身的平安 也有許多社會團體的愛心 湧入災區 這一波災難雖然無情 但也看見了台灣最深層善良的底蘊 大家新聞 陳昕與鄧明儀 花蓮報導